嗨 私機,我載到現在的實用 嘩 網上流傳車鏡片段 顯示兩輛車在一段高速公路的快線行駛 後車司機懷疑不滿前車佔用快線 但速度很慢 竟然在彎位的時候 切到去中線爬頭再切回去快線 成功超越前車 原本在前方的司機 懷疑想不到後車會用這樣的手段突然爬頭 在受驚之下不小心微微向有洗避免傷臟 車身隨即便同石膊摸出 編段引來網民異議 有人直呼大快人心 批評快線XXX經常阻礙行車線 但有部分網民認為 後車司機的舉動容易令人受驚 有危險駕駛之嫌